静心寺位于囚魔盆地东端的汤前厅 推测于镰仓时代初期所见 但没有准确的记录 仅留下写着 由静心所见的石塔和阿弥陀如来像 但这位静心究竟是谁 至今依然不得而知 在之后的历史中 这座寺庙反复经历了废弃与重建 但到江户时代为止 一直都有住持 最终于1868年废寺 1915年 该寺归同镇的明岛寺所有 其后一直由整个城镇加以维护并传承至今 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的 是明岛寺阿弥陀堂 木造阿弥陀如来及两类事项 九重石塔和七重石塔 阿弥陀堂被认为是四柱佛堂的基本形式 是雄本县内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横向和纵向长约7.33米 高约12米 佛堂为五殿式茅槽顶结构 柱子均为原柱 佛堂内部在安放阿弥陀如来三尊像的须弥坛四周 竖着有铁山和冷山造的柱子 并设有墙壁 木造阿弥陀如来及两类事项 指的是阿弥陀如来和站在其两侧的事项的三尊佛像 阿弥陀如来像体态风雨 五官充满生气 编摆木材 拼木制法 金漆上色 漆薄工艺 视像的姿势为微微抬起主佛一侧的脚 腰部向外扭 内侧的手微微上抬 扁摆木材 木心掏空制法 金漆上色 漆薄工艺 华丽唯美的三尊佛像 相传是静心为了祈祷极乐往生及灭罪成佛而造的 此外 两座石塔中 九重总高4.28米 七重总高3.86米 是轴体与散状屋檐分别建造后组合而成的尖层式层塔 每层的四面均雕有阿弥陀佛 是散发着木造塔气息的石塔 该寺在大正时代以后逐渐被称为成全寺 如今这个名称在当地亦是家喻户晓